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7日对朝鲜发出新威胁 他称 多届美国总统与朝鲜进行了多年的谈判 花费了大量的金钱 也达成了一些协议 但这些协议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特朗普称 对付朝鲜只有一件事管用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10月9日星期一 我是维珍 欢迎大家回到新一期的新闻回顾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六对朝鲜发出了新的威胁 他表示 多届美国总统和政府与朝鲜进行了多年的谈判 花费了大量的金钱 也达成了一些协议 但这些协议没发挥任何作用 特朗普称 试图与朝鲜究竟核计划进行谈判 就是在浪费时间 对付朝鲜只有一件事管用 美国准备做该做的事 特朗普通过发推特表示 劝说朝鲜放弃穷兵独武的任何努力都是无效的 特朗普表示 多年的外交制裁 还没有改变朝鲜发展核计划的决心 朝鲜无视国际压力和新制裁的威胁 仍旧进行了一系列核武器的实验 特朗普在推特上发表了一条评论 在此前 特朗普向记者们表示 这次集会可以代表风暴前的瓶颈 但没有对此做进一步的阐述 上周美国国务卿蒂洛森表示 美国已经与朝鲜方面建立了直接的沟通渠道 蒂洛森曾表示 双方试图通过谈判达成协议 然而特朗普在上周日宣称谈判几乎毫无结果 于是美国准备对朝鲜采取潜在的军事行动 外媒报道 由于朝鲜坚持要发射火箭 特朗普称其为火箭人 特朗普称 如果美国被激怒了 那么美国将彻底摧毁朝鲜 特朗普还表示 倘若朝鲜继续调刑 那么美国将会对这个国家进行猛烈的攻击 本周早期时候 据CNBC新闻报道 蒂洛森曾私下贬低过特朗普 甚至还考虑过辞职 特朗普则称CNBC报道了假新闻 然而这并没有减少 人们对特朗普和蒂洛森之间 存在分歧的担忧之情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